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 《印光大师》《门超》《金华录》 上次我们讲到了六级佛颂的第五 分真集佛 还没有讲分真集佛 时间就到 今天我们从这开始讲起 分真集佛是六级佛颂的第五 他这个颂是这么说的 霍尔心开悟 湛然一切通 穷缘优未尽 上见月蒙龙 达摩法师在《抄》当中 在《佛说阿弥陀经》要解 辩蒙超 辩蒙超是达摩法师做的 他在解释第五诵分真集佛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的 霍尔心开悟 湛然一切通 穷缘优未尽 上见月蒙龙 霍尔心开悟者 就解释这句话 霍尔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霍开 把什么东西抛开 再有一个是觉醒的意思 霍尔心开悟者 他就解释这句话 什么叫霍尔心开悟 以中道观智 以用中道观这个智慧 中观的智慧 霍破无名一贫也 破了一贫无名 霍破 霍是什么意思 就裂开的意思 给它霍开 霍尔心开悟 湛然一切通 那么湛然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清澈茂 清醒茂 一切通 就非常清楚 一切都通达明了了 那么六尘空也 湛然一切通 湛然一切通者 他的解释就是六尘空也 六尘没有了 那么六尘没有了 穷缘优未尽 穷呢 穷缘就是穷尽水的源头 探寻事物的本源 穷缘就是新缘 新的根本 穷尽了 到达了 穷尽了 探寻到新的本源 穷缘 穷缘未尽者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还有四十一品无名 未尽 故曰上见月朦朦朦 看见月亮还是朦朦的 不是完全清楚的 因为还有无名在里面 那么这是讲的 分真几佛 就是我们说 原教初注菩萨 破了一品无名 见思祸 沉沙祸 全都没了 说 初信 原教初信 断见思烦恼的 见烦恼 七信 断思烦恼 七八九 七信断思烦恼 八九十 这三信 断尘沙 扶无名 无名扶住了 那么十信 再往上一跨 原教初注 原教初注就破了一品无名了 一共四十一品无名 破了一品无名 这是说的是原教初注菩萨 那么 我们可以在这时候 称之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第一位 就初注为法身大士 那么 证得了 人空真如 因为见思烦恼破掉了 这个 人空 人没有 这个真如证得了 那么沉沙烦恼破掉了 那么法空的真如证得了 法空的真如证得了 就是两个真如 你全都证得了 人是空的 法是空的 法是空的 那么什么叫法 什么叫法 叫五位白法 就是我们有五种法 这五位 就五类的法 五类的法展开以后 简说是一百种法 这一百种法 都是我们心产生的 阿雷耶石产生的 首先阿雷耶石产生新王 我们说有八个新王 阿雷耶石 莫纳石 义石 还有掩耳鼻舌身 这五石 加在一共一共是八石 八石呢 它就展开 不来则也一来 八石就有正字正分 字正分 相分 见分相分 每一个石都有四分 那么这个八石呢 因为它有境界 就是我们说的相分 一产生 相分就境界产生了 六尘境界 是吧 你看 这个色生相畏处法 这个六石产生了六种境界 六尘 那么有了这个六尘的境界之后呢 我们心就开始 在六尘境界当中 我们的新王啊 就开始活动 就产生心理活动 心理活动呢 在佛经上叫做心所有法 心所 心所拥有的活动 那么这个新王产生了六尘 然后呢 这个新王又面对六尘的时候呢 自己攀缘自己 自己攀缘自己 自己产生 讲明明就是自己 但是他不认为是自己 他认为这是我 这是跟我没关系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 是实时在在的 所以我在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境界当中 其实是虚妄的 你自己是你产生的吗 啊 就是说 这个 这八十呢 就相当于眼睛有了白内障 磨了一层磨 在磨 通过磨呢 看到花了 哎呀 他就说这个花是真的 这个花是假的 这个花是红的 这个花是蓝的 啊 这个花是好看 那个花是不好看 其实把磨一摘根本没花 啊 这个花是因为你的眼睛有病 得到的 啊 那么本来是不存在的 啊 原原来是没有的 因为你眼睛有病就看见 在空中有花 然后在花中呢 我们就产生了心理活动 对不对 刚才我说的 花好看啊 花难看啊 啊 花大呀 花小啊 花脏啊 花干净啊 啊 这就开始有分别了 那么这些所有的分别 都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没有心肯定没有心的活动 啊 有了心以后 心又有活动 这个时候的烦恼 就非常粗壮了 你产生六臣境界了 同时你在六臣境界当中 又有执着 又有分别 啊 这个执着分别就是心理活动 啊 在境界当中 啊 分字分他 有取有舍 啊 那么我们就会 就会想 那是 这个 呃 我们说 有能看到我们 啊 有所看的境界 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有个第七识 叫莫娜识 啊 这个第七识特别厉害 它是介于 阿赖耶识 跟六识中间的一个识 啊 这个识是非常非常的力量强大 无法不造 它第一个功能 它就执着这个阿赖耶识的见分 见分就是能看 就是我们说的主观 我能看啊 是不是啊 我有主动 我有主观能动性 我能看 我能想 我能说 这是阿赖耶识的见分 啊 那么这个莫娜识呢 就执着这个见分 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把它当成什么呢 一个实实在在的事物 叫法 同时又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把这个莫娜识的 把阿赖耶识的见分 当成实人实法 这个实人实法就是我们说的主观 他能看 他能看 他能见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阿赖耶识呢 它第一个产生了我们的一个见分 啊 莫娜识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人 而起了 我爱 我慢 我吃 把这个见分 啊 因为他把见分当成实在的东西 在见分的当成实在的基础上 又产生了我爱 我爱这个见分 那是我呀 我慢 我觉得我的见分特棒 啊 高于一切 啊 我吃 他不知道这个见分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阿赖耶识的见分 啊 他的本质是真如 没有他 他是因为你心 有一念无明不觉 而产生的一种现幻象 那么这阿赖耶识 同时他产生见分的时候 他又产生了相分 这是我们知道的 对吧 见相二分 这个相分 阿赖耶识产生的相分 三类 我们说叫性境 就是我们说的环境境界 性呢 就是本质 真有 啊 这三类性境 第一类就是国土 就看着我们山河大地 同时呢 第二类性境就是我们的根深 我们的身体 你看 有身体 有国土 这二者 啊 同时呢 还有一大堆种子 埋藏在 这个 阿赖耶识的相分里面 这个种子没发芽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说的 前七十 这种的 那么这个摩纳石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 在这个阿赖耶识的相分出现以后 这个见分就对这个相分就产生了攀缘 才能见这个东西 叛缘之后 这个时候七十就从种子状态就复活了 起了现形就变成真的了 那么这个七十就是莫纳石 眼耳鼻舌身和意 六十 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出来以后 这七十可都有见分和相分 都有见分相分 那么这七十出来以后 那比如说色石 眼石产生了眼的见和色 这还没关系 产生了见和色没关系 但是关键是 这个眼石产生了色之后 这个眼石的见分依附于意识 第六十产生了分别 这是红的 这是白的 这是好 这是不好 有染静 有分别 但是这么产生 这一共加起来一百种法 你看八个心王 是吧 然后呢 五十一心锁 这八个心王 有五十一种心理活动 是吧 这叫 这个心王 心法产生了 心锁法产生了 然后呢 这个心王呢 又有十一个色 是吧 又有一个十一个色法 这十一个色法 你看八加五十一再加十一 你就这么加上去 然后还有五位法 还有不相应刑法 这五种 叫五位 这五位法加在一起 一共一百法 法空真如 你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都是我自新变现的 那么 这五位白法当中 的色受想形实 是吧 是五位白法 把这白法浓缩 就变成五种 色是物质 受想形实是精神 是心法 这五种东西 合合在一起 因为某种机缘 就形成我们人 你把人看透了 看它是五种东西 组成的 人 你明白了 小乘 假的 没有 它是五种东西 因缘合合生在一起 进而 再把这五种东西 看成空的 五蕴皆空 那你就争得法空真 这个五蕴就是白法 白法就是五蕴 简单的说叫五蕴 展开的时候叫白法 刚才我解释了 这个白法是怎么产生的 都是因为你这个心 有一念的无明 不觉心动 这心一动 正自证分 自证分 相分 见分就出来了 这个相分一出来 这个心就开始攀缘 这个相分 又产生一系列新锁法 起心动念 起心 叫做阿雷耶石动 出现了阿雷耶石的 剑分跟相分 刚才我们说三类相分 国土 本身的根身 再加上一大堆种子 这相分 叫起心 动念呢 就是这个埋藏在 阿雷耶石的相分里面的 这些七十的种子 起来了 起心动念 念头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格 起心是阿雷耶石动 就和水动了 风一吹的 无明就相当于风一样 阿雷耶石就相当于水一样 阿雷耶石相当于水 无明相当于风 这个风一吹着阿雷耶石 阿雷耶石就起波 这个起波 就是我们说的前七十 现行了 没有风的时候呢 它平稳的 是在睡眠状态 种子状态 前七十 一又风一吹 这个风 就跟前七十相应 就跟前七十相应 所以前七十一出来 我们说脱离了种子状态 变成了现形 那么这个前七十 我们讲到莫纳石 对内他执着 第八十阿雷耶石的建分 作为我 对外他被这个六十所依附 不是他叫义吗 我们第六十叫义石吗 他是义 这个第七十被第六十义所依附 叫不共七义 第六十依附于他 第六十依附于他 就产生 第六十靠着他 就能分别外界的世界 我们第七十内执 第八作为我 外边呢 被六种器官所依附 眼耳鼻舌身翼 看吧 盼原外 观察外边的世界 所以莫纳石是居中的 是吧 我们内外怎么分呢 由莫纳石分 从莫纳石这一刀一切下去 王李他联系着 执着执着的第八十 对外他被六十所依附 接收六十所来的信号 信息 把这些信息再存到阿拉耶石里边 又变成种子状态 这种子很多的 为什么叫漏啊 六十为什么叫漏啊 六臣为什么叫漏 就通过六根漏到了阿拉耶石里边 再藏在阿拉耶石 阿拉耶石叫藏石 那藏石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他能被别人执 叫执藏 阿拉耶石不执着他吗 第二个他能藏 你所有六十所所接触的外 外边的这六臣境界 全都存在六十 他能 能藏 他有这个能力 同时所藏 我们所看到所有东西 全藏在他那 无一漏掉 他既是仓库保管员 能把东西放进去 同时他本身又是仓库 能把东西存住 这叫阿拉耶石 他有三个功能 他能被别人执着 执着他 莫拿石执着他 把他当成人 同时莫拿石呢 这个石特别厉害 又能被外六十所依 对外联系 莫拿石靠六十 对内莫拿石执着几八 就是八十的作用 产生了一正庄严 所谓一 就是我们阿拉耶石的 所谓正 就是我们阿拉耶石的 咱们说 见分 所谓一 就是阿拉耶石的相分 一正 一正同时产生 没关系 佛也产生一正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正报 西方极乐世界 国土是一报 关键在一正 这个关系当中 你不能起心动念 不能执着 本来一和正 都是一个心产生的 没有能也没有锁 没有能攀缘的心 也没有锁攀缘的静 心静是一 这一下子 变成二了 变成一个能 变成一个锁 这就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 大概解释一下 他说的 所谓 战然一切通 人通 法都通了 他都看通了 所以 还有四十一品 无名 没有进 依然还有无名的火 所以 我们说 莫娜是 把这个世界分成了 我和客观 主观客观 主观就是 阿里耶诗的见分 客观就是 我们说的六臣境界 所以 这个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才知道 其实这个八十 全都是因为 莫娜是 产生的 那么 莫娜是 跟无名是什么关系 莫娜是 跟无名 这个无名啊 就相当于风 你风 你吹在桌子上 他不起波 对不对 对吧 无名 你吹在铁板上 他起水波吗 他不起 他为什么吹在水上 他就起波 水有动性 那么 这个动性 就是无名 就是无名的种子 他在没有起现行动 他处在种子状态 埋在水里头 一旦有风 这个风 实际上就是 这个无名的种子 他起了现行了 就来了风 来了风 就自然起波 这个波 我们说 就是七十 这个七十 是跟无名 横相应 只要风一起 七十就起 就是只要风一起 水波就起 只要无名一起 现行 这个前面七十就产生 前面一七十一产生 第八十就形成 那么第八十 跟前七十什么关系呢 前七十 他们互为因果 没有第八十吧 最后没有水 哪有波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波呢 又从外边 这个前七十呢 没有前七十 哪有第八十 你藏什么呀 你藏的东西 不是都是前七十 搜了来这些东西吗 藏在你里边吗 所以他们互为因果 没有仓库 没有保管员都不行 没有保管员 谁把那边 仓库里放东西 没有仓库 保管员把东西放在那 所以他们互为因果 中间就有这么一个莫娜士 莫娜士无所谓 莫娜士也叫义 义字呢 在中文当中是 依靠的义 依靠他 就成了这个世界 依靠他 依据他 因为他的存在 我们依靠他 使八十全部产生 使心动 使见像二分产生 所以这莫娜士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 为什么要讲这段 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是一直生活在 有的世界 我们一直生活在 我们今天的世界 色生相为触法 我们不习惯于说是空的世界 因为我们看到东西都实实在在 我们就是要把这实实在在东西 给你们讲清楚 佛说到底这个你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所有你看到的这些六臣境界都是依靠别人而生起的 对不对 叫依他起性 没有自性 就和冰 是拦水 是靠着水而成的 没有水就没有冰 对吧 冰哪有独立的像 冰哪有独立的体 它是依靠水产生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六臣境界 实际上是没有的 它是依靠阿雷耶石产生的 阿雷耶石又是依靠谁产生的 依靠真如产生 真如不变 随缘 有了无名风之后变成了阿雷耶石 阿雷耶石本身具备无名的种子 那么阿雷耶石本身自己就是真如的 随缘而产生的 所以阿雷耶石也没有自体 它就是一个真如体 阿雷耶石上面有了无名种子 无名种子现行吹出风 吹出波 这个波就是前期 你看这真如不变随缘 就变成了八种石 而这八种石 当体皆空 就和八种水波一样 对不对 这个水在这儿 没起波的时候 我们说叫如来藏 叫真如 一有无名风一吹 就起了波浪 起了波浪 有几种波浪 七种波浪 七种波形 这个波形叠加在水上 这个水是不是也就冻起来了 这个水加上 我们原来瓶颈的水 加上水上产生的波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叫做阿雷耶石 分开了 水的 这个水叫阿雷耶 水上面的波叫前期 本来水是平静的 突然产生了波 这个水加上波叫阿雷耶 单独看这个波叫前期 它是生灭的 那么因为它生灭 就带动整个水也跟着 因为前期没了 阿雷耶就没了 所以阿雷耶也是生灭的 虽然阿雷耶跟前期 无名风一听 全没了 八十全没了 但水还在 这个水是什么 这种 那么尽管产生八种石波的时候 前 无名风吹动着水 产生七种波 这种波作用在水上 是水也动起来了 阿雷耶石也在 也在动 那么 虽然 有八种 波在动 前期是能动 阿雷耶石被动 但是不是还是一个水 还是一个水 性没有变 湿性绝对不会随着你的海 这个水在动而改变 那么这个波 以及这个水 都是揽着这个湿性成立的 波跟水本身并没有字体 没有湿就没有它们 没有湿就没有波和水 所以波和水 独立于湿之外 没有另外的水和波 所以 波跟水 无字体 无字相 那我们说真如有功德相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其实是不生不灭的真如 那么按照你这么说 那波和水很不实在 波和水很实在 这一个水 同时具备三种 它既是湿的 它又是有水 同时又有波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三个东西 你分开了说 我们说起来有三件事 是不是 有湿 有水 有波 实际上是不是就一桩事情 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的心也如是 一颗心 同时又是空的 又是假的 又是中的 那么所谓中道观 就是说 它不是空的 也不是假的 非空非假 它是中的 它是中的 那么 它是空 你认为它是空的 你证得小乘 和圆教的信为菩萨 你认为它是不空的 不空的 空也不对 有假不对 空也不对 那么你就变成了菩萨 法身大师 空家两边都不落 就中道 那就是法身大师 所以 这个异心 有三种道理 叫地 地就是道理 三个理 一个空的 一个假的 第三个中的 三种道理 那么你说 波有吗 没有 对不对 它是空的 它是依靠水才生 对不对 所以波是空的 水有吗 水也没有 水是靠湿而产生的 所以水也是空的 湿有吗 那咱找湿吧 湿 湿全在水和波里边 湿也是空的 一空 一切都空 假呢 一有 假不就有吗 一有全有 你看波 也有 确确实实有波 确实实有水 确实实有湿 没有义法 没有 所以 假就是有 确实是婉然 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追起本性 它又没有 它又是空的 非假 非空 非有 非无 中观 就一颗心 所以这是天台中立的三观 这个三观呢 是佛法的纲要 筋骨 非常重要 我们观察这一心三观 我们就不会落在空 我们也不会落在有 我们也不会落在又空又有 非空非有上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那么 关于 这个 天台三观 我想用这个时间呢 给大家讲一讲 要不然我们老 每天动在空甲中 空甲中这里边 是吧 我们要给它详细解释一下 把它解释清楚 我们就抱着这样 我们有一颗心 这颗心有三种状态 空的状态 甲的状态 中的状态 哦 那么我们呢 我们看了三藏法术 再讲了天台三观 我们再一起呢 学习一下 以后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什么真空妙有啊 空甲中啊 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清楚 那么三藏法术说 天台三观 出 金光明经 悬疑 金光明经是佛讲的一部经 悬疑 为天台智者大师所立 是天台智者大师所立的 观 即照料之意 观就是照料之意 明白的意思 三观 三种照料 三种方法来考察这个心 三种角度来看这个心 照料 就观察这个心 达观一念之心 达观通达 观明白 完全明白 一念之心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 集聚三地之法言 它具备三个法 三地 地是理的意思 三个道理所产生的法 它被三种理 可以描述 它有三种理 这一颗心有三个道理 集聚三地之法言 若观心空 你观这个心是空的 则一切法皆空 即是真地 跟你说真的 一切法皆空 若观心假 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 是借用的意思 凭借的意思 如果这个心能够 凭借这颗心 产生一切法 所以这个心假 它可以被别人凭借 产生一切法 若观心假 若观心假 则一切法皆假 所有的法 都是凭这个心产生的 一切法全都是凭心产生 法本身没有实体 若观 则一切法皆假 若观心空 则一切法皆空 若观心假 则一切法皆假 你看 你看这假和空 弄在一起了 到底这法是空的呀 这法还是假的 这一法又空又假 那么即是俗地 若观心假 则一切法皆假 即是俗地 俗就是事 我们看到很多事 那刚才我们说的真 真空 那就是理 理是真空 事上真有 即是俗地 若观心中 则一切法皆中 若观心中 则一切法皆中 即是俗地 此之三观 全由性法 这三观 为什么会有三观呢 我这一颗心 怎么会有这三种现象 又是假 又是空 又是中 非假 非空 非中 又假 又空 又中 我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一心 我观察 我观察这颗心以后 我得出这三个结论 此之三观 全由性法 本来就这样 性法就本质 实非修成 不是你自己想刻意这样 不是修来的 我把这心修成又假又空又中 不是 你原本就是这样 实非修成 顾于一心 顾于一心 顽有三用 所以对于 所以对于这一颗心 是不是很明显的 有三种用途 所谓一心三观也 这一颗心 有三种作用 那么一 我们就开始解释了 一空观 空者 离性离相之为 什么叫空啊 产生万法的真如 离性 没有性 是什么东西 还是 不能说是 没有性 性就是体 原本 叫无性真如 这个真如没性 你说它是铁 你说是物质 你说精神 你不能称之为它 无性的 离性 离相 真如有相吗 真如没相 这颗心 有真如性 这颗心 有它那种 没有性 没有相的一面 叫做空观 真是空啊 没有相 就看什么叫相 外边产生一个 有一个物体 然后你看了这个物体 在你心里泛出一种形象 这叫相 看不见它 它没有形象 那它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性 它不具备 叫无性真如 真如性是无性的 如果它有性 它要是铁 它就变不成钢 如果它要是钢 它就不能变成铁 正是因为它无性 所以它又能变成铁 又能变成钢 明白这意思吗 就和屋子空一样 正是因为屋子空 你谁来都能进 所以屋子空是空性 对不对 没有这个空性 谁进得来啊 谁都进不来 那正是因为 有这个空性 性是空的 所以别人才能进来 阴光大师举了这个例子 那么就说 离性离相之未也 为观一念之心 就是讲啊 你观察 我们现前的一念之心 不在内 你在内是一种状态 是吧 一种像嘛 一种样子嘛 不在外 外边也没有 不在中间 你看我们体内 体外 中间 找不着方位 没有位置 换句话说 空间上找不到 没有空间 内中 内外中 这是讲空间 没有 明知为空 找 你找一念心 找来吧 找不来 明知为空 有观一念空 因为我们观察 这一念心是空的 故一空 一切都空 你看 我们说心产生所有法 对不对 能产生的心是空的 所产生的法能有吗 谁说产生法 一空 一切皆空 他就解释了 那么 无假 无忠 而不空 没有假 你不刚才说 一念心是分成三个吗 有空 有假 有忠 要说空 假和忠 都是空的 没有假和忠 不空 我们不说三观吗 空假忠吗 要空 大家都是空的 忠也是空的 假也是空的 因为什么呢 真空 没有亦法不空 他就解释了 无假 无忠而不空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以三观 节能 荡相故言 三观 空观 假观 忠观 全能把 你看到的像 全部荡尽 全部抹掉 都不存在 那不就空吗 哎呦 是吗 这三观 能把所有 我们看到的现象 全荡尽吗 全荡尽 你说你看到什么现象吧 我们无外乎 就四种现象 第一 有没有 第二 没有 有 没有 这是两个吧 然后 又有 又没有 这是咱们能说的 对不对 然后说 非有 非没有 咱们人 不就这四个吗 除此之外 你还能描述什么事物啊 我们描述事物 就这四种手段 有 无 又有 又无 非有 非无 除此之外 你就没法再描述事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落在 有相 落在无相 落在又有 又无相 落在非有 非无相 我们就这四相 他说你看啊 这四相 是不是都是空的 对不对 那这四相 都是空的 是不是一切都是空的 他就说了 以三观 节能荡像鬼 你看这三观 怎么把这个 你人类 说的 有 无 又有 又无 非有 怎么给荡尽的 怎么给它消灭掉的 以三观 节能荡像固也 因为三观 全能把这些 你所说的像 全部给你否定 不存在 盖 他就说了 空 荡 见思之相 见思相 我们有见思或 对不对 你见 你不是就看了一个东西 你就见到了吗 你有观点吗 然后有了 就认为一切都有吗 见思是 对吧 见思之相 见到事物 有观点 把一切当成真有 有见思之相 思不就是在心里产生相吗 见不是就眼睛看到东西吗 对不对 这没相 你怎么会有见思呢 你有了相才会有见思 我跟你说 全是空的 是不是见思就空了 不存在 全是空的 这个心是空的 它产生的法也是空的 你看到的法 你想象的法 全是空的 是不是见思 是不是见思之相 就被它给当尽了 那我们认为空的 那赵斯他们说 空的是真有 我们看到的有是假的 对不对 被空给当掉了 你说它有吧 我说它是空的 对不对 是不是空就把这有给解决了 那我们认为它是真空 我们又落在空这边了 您刚才不是说有是假空的吗 那空是真的 假当沉沙之相 刚才我们说心还有第二个 假观 假就是凭借心而产生法的意思 你说它空吧 它把你这个空相给当尽了 用什么叫当尽 用假观 心产生所有法 你能说它空吗 凭借的心能产生万法 你说这心空吗 不能说它空 所以你刚才说的空啊 也错到 假当沉沙之相 沉沙或什么或 就认为所有法都是空的 那不对 那你看到的事物 怎么是空的 全是心产生的 心并不空 它能产生万法 是吧 空也不对了 刚才我们说有 它被空给当尽了 你又说它空 它又被假给当尽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空也不存在 空也不对 空也不对 又空又假 非空非假 这该对了吧 中当无名之相 中观当无名 什么叫无名啊 不知真法一骨 又空又假 这是二法 非空非假 还是二法 这就叫无名 而真正的是一心呢 这一心到底是空 到底是假 但是一心怎么会有二法呢 所以这一心 你要说是空 你要说是假 这俩就矛盾了 所以 没空没假 一心 又空又假是错的 非空非假也是错 错在哪里 你用两种东西来描述一个 到底它是什么 它要不然就是空 要不然就是假 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又空又假 非空非假 您不是开玩笑吗 第一 你说它又空又假 一心怎么又是空又是假 到底是什么呀 非空非假 非空非假 你不就开玩笑了吗 咱明明说这有一颗心 它又没有又有 没前提了 你不是开玩笑 叫戏论 又有又空又假 叫做相伪 到底空还是假 一颗心 不能有两个 非空非假 我们说有一颗心 我们才讨论 你怎么说没有这颗心 非空非假 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非空非假 就什么都不是 明明我们有个前提 是讨论这颗心 你有说什么都没 都不讨论了 那就没前提了吗 这不就开玩笑了吗 叫戏论 所以你看 这个中 当无名之相 无名就是二 一 一心 所以你不能说它空 你也不能说假 你不能说它又空又假 你也不能说它非空非假 这四个你都不能说 这四个都不能说 是不是一切相就当尽了 我们能说的就是 有相 无相 又有又无相 非有非无相 除了这四相之外 我们人类还能用第五个来描述事物吗 没有了 所以 无名之相 三相结荡 有给它荡掉 空 有给荡掉了 落在空 空也给荡掉了 又有又空也给荡掉了 非有非空也给荡掉了 是不是一切皆空 三相结荡 我们看到眼前的事物就是这种现象 空的 那我们认为空的是真的 是不是 这必经空 即必经空 是名空观 我们观察事物 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有的世界上来先给你说空的 真伟大 这是法不存在 人不存在 空的 小秤正德了 小秤过空 佛说空也是错误的 这心并不空 它能被 它能产生一切法 一切法借心而产生 你可千万不要认为心是空的 他说了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假观 空观 一臣不利 一法不利 对不对 都给你打掉了 假观 万法原被 所有的法都是这心产生的 这是假观所阐述的 我们看看假观怎么观察这颗心产生法 这叫假观 那么假观呢 假者 无法不被 没有一个法不是心里产生的 这颗心 一心 刚才说是空的 现在又说 这一颗心无法不被 没有一法不从心产生 假观 假者 无法不被之为 假是什么意思 就是 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一个法不是不具备 在心里头 每一法都在心里具备 这叫假 解释了 为 说呀 解释到 观一念之心 具足一切诸法 这一念心 具足一切诸法 所有的法都是这个心产生 您别琢磨了 说我心以外 还有没有独立于心之外的法 没有 刚才我们说 一切诸法 就刚才我们说的五位白法 是不是都是心产生的 是的 那么明之为假 我们管这种现象 叫凭借现象 假借现象 借的现象 一切法都借心产生 这叫借的现象 借就是假 假的现象 不是真假的假 我再强调 不是真假的 是凭借心而产生的法 这种现象 叫心的假象 假地 空 就是假官 我再念一遍 假官 假者 无法不备之谓 观一念之心 具足一切诸法 明之为假 那么 由观一念假 因为我们观 这一念心是假的 故一假 一切皆假 刚才我们说 一空一切皆空 是吧 你说有是空的 空也是空的 又有又空也是空的 非有非空也是空的 对不对 一空一切空 这个我们说 当尽了 所有象都当尽 不就空了吗 那他这又掉过头来说 若观一念心 若观一念假 故一假一切假 一切一假 一切假 所有的法 都凭借心能产生 这是假官 那么 那么 刚才说 一空一切皆空 是吧 真空 把见思 烦恼给断了 这个 真空 把这个 空荡尽 见思烦恼 假荡尽 沉沙烦恼 认为空是错的 是不是 那么中 当尽无名烦恼 当尽了 空的 那么这个假官 又一假 一切皆假 无空 无中而不假 没有空 没有中 而不是凭借心产生的 假不是就是 心能产生一切法吗 那空也是心产生的 假 中也是心产生的 我就问你哪来的空 你怎么会认为有中 空有空法 中有中法 这些法哪产生的 全是心产生的 那就得了 连 连空和中 都是心产生的 那你的空和中 离开心能行吗 离开假能行吗 离开假就没有空 也就没有中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在这能站着谈谈的说 有空 有中 我们敢说有这两种现象 那不都是因为 凭借你心的力量 才产生这种吸法吗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知道有空 有中呢 那不都是你心里的作用吗 产生了空法 产生了假法 你看他说 大家注意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段 那么 由观一念假 故一假一切假 无中 无空无中而不假 解释了 以三观 节能立法故也 这三观全能成立法 三观全能成立法 以三观 节能立法故也 这三观全能让法成立 盖空立 真立之法 我们说佛法有真立吧 那你真立之法 谁给你立出来的 是吧 空立 我们说 心 是 有真心 跟生灭心 这个真心 是什么样子 嗯 这个真心 什么样 你得描述吧 真立之法 不凭着假 能产生吗 你不假这个心 能产生真立之法吗 对吧 你真立之法 是不是得描述这个心呢 真是空 真是不空 说这个心呢 真是空 一点忘年都没有 所有忘年都联系不到它 这真是空 又说这个心呢 功德原辈 无法不造 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立法 是不是描述心的真如性 这些道理 是在描述心的真如性 那你不凭借这个心的假 心有假的功能 你怎么描述它的真呢 所以真立之法 也是凭着假来产生的 假心而产生 对心的真实性的描述 没有这个凭着心 这个假 凭借这个心 这个心的这假的功能 真立法产生不了 所以 盖空立真立之法 那么因为心是空的 所以我们就要讲好这个空 为什么是空 空什么 什么东西不空 那这不都是法吗 空是不是立了这个法 由于空产生了空的道理 空的现象 空立了真立之法 假呢立了俗地之法 这个假产生了俗地之法 因为这心 凭借这心产生很多法 那我们得描述这些法 就是我们说的白法 五位白法 就是凭借心而产生的 对不对 凭借心而产生 所以假呢立了俗地之法 就是我们说的五位白法 这五位白法 全是凭心而产生的 假心而产生的 中呢立中地之法 说这法 这个心呢 非中 非空非假 又空又假 这叫中 那么这个中 也是叫中地之法 这个中地之法 也得凭着心产生 心外没有中地之法 然后 三法 竭利 极为妙家 又是空法 又是 又是 又是真地 又是俗地 又是中地 这三地 这三地就三个礼 这三法 全都成立 用这三个来描述心 都不错 心具备这三法 真地 俗地 中地 这三地 都是心产生的 那没有这个假 能产生这三地吗 产生不了 是名假观 这个心既产生真地法 又产生俗地法 又产生中地法 所以这个心很厉害 无法不产生 对吧 我们所谓的法不外乎 就是三个嘛 真地 俗地 除了这三法之外 你还产生什么法 没了 三观 那么 三 中观 他讲中观 这是不太好理解的 中即中正的意思 中即中正的意思 觉两边对待之为也 他既不是真 也不是俗 觉 就是切断 两边都不落的意思 觉两边对待之为也 我们生活在相对世界 要不然说它是真的 要不然说它是俗的 要不然说它是空的 要不然说它是假的 两边都不是 叫中 觉两边对待相对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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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相对的 这个说法 叫做中 叫做中观 魏 他解释 魏 还是一念心 非空 非假 他又空又假 刚才我们解释了 你刚才不是空吗 假 心有空观吗 对吧 心有假观吗 他这中观说 心 非空 非假 即空即假 即空即假 又是空又是假 明之为中 这是空 这是假 中 我落在中间了 我不是空 我也不是假 我又是空又是假 那么就中间吗 中观 魏 观一念之心 非空非假 即空即假 明之为中 由观一念中 故 一中一切中 因为我们观察 这颗心的中观 用中观来观察 这颗心 一中一切都是中 无空无假而不中 无空无假而不中 你上刚才前面说的 空和那个假 全是中的 那么 以三观当处 节能绝代故也 空观 假观 中观 三处 当处你观察中的时候 一切都是中 你观察假的时候 一切都是假 你观察空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 绝代 空外 没有假和中 假外 没有空和中 中外 没有空和假 所以绝代的 绝对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么 一中 故一中一切中 无空无假而不中 以三观当处 节能绝代故也 概言空 则空外无法 我们要说空 空外边没法了 全是空的 你说哪有一法 是不空的 没有 那概言假 如果我们说假 没有一法不假 没有一法不利 那任何一个法 假外无法 凭借心而产生的法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心产生的法 假外无法 那么 这颗心产生的法以外 这颗心以外 还有没有法产生 还有没有凭借 不凭借这颗心 而产生的法 没有了 一假一切 都是心产生的 那么 言中则中外无法 我们说中 没有一法能 不是中的 那就举个例子吧 湿 水 波 如果这个湿是中 那没有波 没有水而不湿 对吧 所以湿不湿 是绝对的 一湿一切湿 水也是 波也是 对不对 那你离开水 能有湿和波吗 也没有了 水没了 湿也没了 波也没了 所以 如果水是 空的话 一空 一切皆空 无湿 无波 而不水 你能离开水 找到湿吗 你能离开水 找到波吗 找不到 所以 所以 是不是水 水绝对 水绝对 就是中关 刚才我们前面说了 湿绝对 湿绝对 湿外 无有波和水 这就是中关 当处啊 湿的当处 湿外 没有波和水了 中外 没有空和甲了 对不对 那么 如果 这个水 是空的话 我就问你啊 如果 用水 来比喻 这个新的空 这一些现象 那么 水外 还有湿和波吗 你能够找一个 波和这个湿 是离开水 而存在的吗 没有了 所以 一空 一切皆空 一水 波也是水 湿也是水 离开这个水 波和湿 都不存在 所以 这个湿 这个水 是绝对的 那么 波呢 波就是我们说的 假 凭借水 而产生的波 离开波之外 你还能找到湿和水吗 没有了 所以一假 一切皆假 无湿 无水 而不波 说起来 是不是有三件事啊 湿 水 波 是吧 很宛然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现象 你管这现象叫什么吧 叫一心 一心 分成空 甲 中 一水 分成 湿水 波 就这意思 啊 用这个 这是祖师大德 这个在这个 起心论练网书 偶一大师 举了这个例子 太美了 真是能说明问题 是不是 你说 说刚才我们说的空 波是空的吗 绝对是空的 哪有波呀 那不是因为水产生的吗 哦 那是空的 但是水呢 水离开波 它也不存在了 水全都变成波了 所以空也是错的 水是空吗 你也不能说执着这个空 因为一甲一切甲 那么 那么这个 又甲 又空 非甲 非空 这叫中 一中一切中 是吧 就是非甲 非空 即甲即空 叫中 中的意思 三观 你看啊 他说 无 就是说 三观当处 节能绝代古也 三观当处 刚才我解释了 没有水和波不诗 没有诗和波不水 没有波 没有诗和水不波 都是绝代的 盖言空 则空外无法 盖言甲 则甲外无法 盖言中 中外无法 三节绝代 即为原中 三个都是绝对的 就原中 名为中观 所以中观呢 不是我们说的 说 不是假 也不是空 不是真 也不是俗 它是中的 又假又俗 不是 是绝对的意思 诗 水波 要说诗 诗外 无水无波 诗绝对 要说水 水外 无诗无波 水绝对 要说波 波外 没有水和诗了 水 波是绝对的 这叫中观 那我们说 有体相用 体就是湿 相就是水 用就是波 所以用外 哪有体相啊 对吧 体外哪有相用啊 相呢 就是我们的功德相 就是我们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智慧 叫波若相 那么相外 哪有体和用啊 所以体叫法身 相叫波若 波若身 用叫泄脱身 三身 说起来有三身 你看法身 波若身 泄脱身 实际上呢 就是一刻 真心 那么除了 那我们说 那我们追求这体 追求这相 我们觉得用没有用 我跟你讲 用绝对 没有任何体相 不在用里面 刚才不说了吗 没有任何 湿和水 不在波里面 所以你可千万 别把波给扔了 波扔了 你也找不到 湿和水 你把用给扔了 你也找不到 真如体 你也找不到 真如相 因为用绝对 中观 泄脱什么意思 真干 六度万横 真修 这个修本身 就是体和相 因为它绝对 舍去这个用 舍去这个波 你也找不到 湿跟水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精进 为什么我们要努力 为什么要真念佛 印光大师说 俗间 世间之法 不做物即不实 世间法 不干活 不劳动者 不得实 这个劳动 就是我们说的用 这个用当中 就包括了体和相 那我们念佛是用吧 是用 念佛是一件事吧 是一件事 念佛是在工作 是在动作吧 是 这里边就具备体相用 你找到波了 就找到水和湿了 你念了佛了 就找到阿弥陀佛的体 和阿弥陀佛的相 就找到佛的法身 跟般若身 就这意思 所以 这个中观呢 这个中 是绝对的意思 叫原中 是名中观 无法而不中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达摩法师 这个 这个中 以中道观之 你看 他就不落在有 也不落在无 空 不落在有 也不落在无 不落在真 也不落在俗 中道观 中道观 就是法身大师的观点 就是他的 状态 没有假 没有空 也没有中 全空的 一点不着相 两边相不着 中间相不着 那就是 那就真如 真如离一切相 离性离相 这个 分阵极佛呢 我们展开了 就大概说说这个 那么 以中道观之 这中道观之 几个字 展开了说 就刚才我们上面 说的这些东西 祸破无名 一品也 湛然一切通者 六尘空也 六尘空也 刚才我们说的六尘 是我们的六十的相分 对不对 所以六十的相分 相分被谁产生的 被剑分产生的 要剑就出出相 剑分被谁产生的 被自证分产生的 自证分和正自证分 是由谁产生的 是由无名产生的 心动了吗 无名拿出来看看 能产生的无名 尚且没像 所产生的 剑像二分 能有像吗 无名 无名是风 心是水 石是波 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 我余大师举这个例子 你给我拿出一个风来看看 对不对 说这个风 就是水的动向 叫风 水的动叫波 动向叫风 水本身是锡 对不对 说起来是有三事吧 有波的洞 有波 有水 实际上是一 那么你把这三事分开了 谁都不能存在 没有波 没有水 有洞吗 所以我们说这无名 这个洞 实际上是波的洞 波又离开 又离不开水 所以无名本身 是离不开真如的 无名当体是空的 它是由真如产生的 的虚幻象 那么 那么 心 是水 石 是波 无名 是风 这三者纠结在一起 说起来有三 实际上 这三 就是你 刚才我说了 我们说 有水吗 离波 之外 你能找到水吗 水是什么 波之所依 波依靠的那个东西叫水 离开了波 那还有水吗 对不对 那么 所以 波是绝对的 波之所依 为之水 所以水 是 波的 基础 所以我们刚才说 山中关 就这意思 那么 这里边呢 偶一大师 这个 说了这个 说了这么一个例子 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我在这呢 给大家 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 他这个 为什么无名 这个 这个像是虚妄 为什么不能相信 无名是真的 无名如果是虚妄的 那无名所产生的八十 那就更虚 对吧 刚才我们讲 这个 说这个 六尘 空 空也 为什么说六尘空 因为六尘呢 是六十的像分 言耳鼻舌身意 六十 六十呢 是六主心 十是了别的意思 六十呢 不产生 则已 一产生 每一个十都同时出现四分 正字正分 字正分 见分和像分 所以六尘 是六十的像分 那么 那六十 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 六十呢 是因为 无名产生的 无名如果没有形象 尚且得不到 那无名所产生的这个实心 那就更 更是虚妄的 能产生的是虚妄的 所产生的就更是虚妄 他说 启心论说 众生一耳 自性清净心 因无名风动 起时波浪 如是三世 结无形象 你看啊 自性清净心 没形象 找不着心 无名风动 也没有形象 起时波浪 也没有形象 如是三世 结无形象 非一非一 然性净心 是动识本 无名灭时 动识随灭 智性不坏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自性清净心 欧一大师说 即止现前 介尔心性 就是我们这个心性 体骑真如 他的体是真如体 本来清净 非成佛 而始净 并不是因为成了佛 才变成净的 自性清净心 你本来就是清净的 没有染污的 因无名风动着 无始以来 从未误故 你从来不知道 你这颗心 是一 从来没误故 这叫无名 无名的定义 就是从来不知道 自己是一颗心 叫无名 因无名风动着 无始以来 从未误故 法尔有八种石 因为你从来没有悟到 你这个心 自然而然的 有八种石 就产生了 第八石中 法尔有无名种子 埋藏在那里 如水含动性 水是不是还有动性 这个动性 就相当于 阿雷耶士里边的 无名种子 前七十现性 前七十出现了 法尔与无名相应 他们自然就与 这个无名相应 那么如波有动向也 波是不是有动向啊 波的动向 那么就叫现行了 起来了 那么他之所以 能够起来 就是因为 在水里边有动性 那么如波有动 法尔与无名相应 如波有动向也 起石波浪着 如海水 局体做波也 起石波浪 海水局 整个海水都起了波浪了 如是三是 结无形象 这三件事都没有形象 都看不到形 也没有像 那么 譬如 只波所依 名水 比如说 我们波所依靠的 叫做水 离开波有水吗 没水了 只水所起 名波 没有水 能有波吗 水起的 那个叫波 所以波也 不能独立于水 而存在 那么 只波之动 名风 真有无名风吗 那是波的动 叫做无名风 水外 别无波动形象 不是吗 水 波 动 三者 对不对 水是清净心 是吧 波是石心 其实 动的是风 那么 水外 别无波动 形象 没有这二个了 那么 波外 别无水动 形象 是不是 波外也没有水 也没有动 那么 洞外 别无 波水形象 洞里外 也没有波 也没有水 那么 说有三事 说起来有三件事 水呀 波呀 洞呀 故非一 不是一 同一 石性 故非一 这波水 洞 全是依靠这个石性 所以它没有区别 那么 故非一 众生 一耳 众生 也是这样 藏石之外 别无 转石 无名 形象 转石 就是七转石 前七石 阿雷耶石以外 没有 别的 转石 别无 转石 也没有 无名 的形象 转石之外 七石之外 别无 藏石 无名 形象 也没有 藏石 也没有 无名 无名之外 一无 一别 一别无 藏石 转石 形象 无名之外 说 我们说啊 有 第八 阿雷耶石 前七 转石 和心索 无名就是一种心索现象 心索现象 心索产生的一种现象 无名叫痴 说起来有三件事 第八 前七 跟心索 无名是一个心索 三是 故非一 同一真如 敬心 故非一也 同一个真如心 所以 六臣 是前七石的相分 七石 能变得七石 尚且没有形象 所变的相分 能有形象吗 就这意思 所以这三个合在一起的 水 波 洞 那么 波呢 相当于石 波的相分呢 相当于六臣 石的相分 相当于六臣 石本身 尚且没有形象 它离开 离开藏石 离开无名 它根本就没有 当体是空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六臣空也 六臣是空的 穷援未尽者 还有四十一品无名未尽 这就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 五 诵 分真 几佛 就讲完了 下面呢 讲 六诵 究竟 几佛 我们先把诵念一遍 从来 真是忘 今日 忘 结真 但 赴本性 时 更无以法心 这是六臣佛的 最后一记 究竟 几佛 究竟 几佛 从来真是忘 今日忘结真 但赴本性 时 更无以法心 从来 从来 指 前无未也 你看 李济佛 名字济佛 观星济佛 相似济佛 分真济佛 从来 从那边修过来的 从来 就指前无未也 真是忘 你看 从来真是忘 为什么说真是忘呢 自信 清静心 是真的 我有这颗自静心 真的 再变成忘了 就是说 真是忘者 三德之真 乃三德呀 法身德 薄弱德 和泄脱德 三德 这是真的 全成三丈之忘也 变成了三丈 三丈是乃三丈 什么叫丈呢 仗正道 害善心者 有三 仗正道 害善心者 有三 三丈 你看我们这个三德 怎么变成了三丈 第一 叫烦恼杖 贪 欲 称慧 欲吃等之祸 叫烦恼杖 这个烦恼杖 我们要是 它是变成三丈的一丈 叫烦恼杖 它相对于佛的三德 哪一德呢 叫做薄弱德 烦恼即菩提 菩提即薄弱 所以烦恼杖 相当于佛的薄弱神 三德 薄弱德 二业杖 五逆十恶之业 造业 因祸造业 因烦恼造业 因业的形成杖 叫业障 业障就是干事所产生的杖 就是身口异三个器官在造业 因为有贪嗔吃这个种子 发动身口异这个造业机关造了业 造了业形成的杖 那么这个业障 相当于佛的哪一德 谢托德 佛也在做事 佛做的事叫谢托 我们在做的事叫造业 一桩事情 它是谢托 干嘛呢 四红誓愿 普渡众生 他造这个业 我们呢 造的是什么业呢 五逆十恶 我们造的是这个业 我们把人家的谢托德 变成了我们的业障 三德之真 全成三障之妄业 第三个叫暴障 什么叫暴障 你一造业就会受暴 那么佛的暴障是什么 佛的暴是什么 是法身 他得到法身 他的剥弱德 他的谢托德 他的法身德 得到法身 我们得到的业细苦相 因为我们造业 产生了这个五蕴 和和的这个色心之法 这个色身 苦啊 三苦八苦聚集 业细苦相 这是暴来的 因为我们起祸造业 暴得这个身心 这个身心是苦 叫暴障 佛因为薄弱 修薄弱 因为六度万横 修行 这个智慧圆满 修行圆满 福慧圆满 最后他报的一个什么身呢 法身 报的法身 我们报了一个夜细苦相 夜保身 那么三德之真 全成三丈之妄也 这三丈是妄的 是错误的 是没有的 那么如水成冰也 本来 本来佛是水 我们变成了冰 如水成冰也 今日者 指今究竟未也 这句话 今日忘节真 这个今日 指今天究竟未也 指今究竟未也 我正德了 究竟未也 忘节真者 三丈之妄 全成三德之真也 我这三丈 变成了三德 法身德 薄弱德 和谢托德 忘节真者 三丈之妄 全成三德之真也 但复本时性 什么意思呢 但复本时性者 复还其本时之佛性也 回到自信 静静心了 归原了 心根本性 常驻献前 正德究竟未 探到心的本源 更无一法心者 非从冰外更得水 没有一法是新的 我这冰原来就是水变的 我现在又变成了水 冰外并没有得到新的水 就是原来的水 更无一法心者 非从冰外更得水 我自己本身是水变成的冰 今天我不过是把我的冰再变成了水 没有新的水 就是原来的水 那么原来的水叫本觉 我的冰叫布觉 我离开这个本觉 我就没有这个布觉 这个布觉又还原了 始觉 开始觉悟了 这个始觉跟我的原来本觉是一个觉 始本不二 始觉本觉是一个觉 非从外来 非从魔得 不是外边得来的 不是谁给我们的 原来就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六纪佛当中的 这个究竟纪佛 究竟 究竟就是彻底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 那么这是六纪佛颂 我们就讲到此地 就讲完了 那么印光大师呢 关于这六纪佛颂也有开始 他是在护国西台法会上 印光大师讲的 那我们看看老人家是怎么 怎么怎么说这个六纪佛的 他说 净土法门三根谱坯 立顿全收 弃礼弃机 至顿至圆 寻为立生 唯一无上法门 寻三点水 一个中寻 中寻的寻 这个寻呢 是确实的意思 确实是立生唯一无上法门 唯现在之人 或者自高自大 为寄云众生即佛 则我即是佛 何必再念佛乎 这个说 唯现在之人 这个唯呢 用于聚首 没有实际的意思 就是这个 就是引发一句话出来 叫唯 现在之人 或者自高自大 唯就说呀 寄云竟然说 众生即佛 众生就是佛 则我即是佛 那我就是佛 那何必再念佛乎 那为什么 我还要念佛呢 或者 以我既为苦恼凡夫 何能了生托死 为求来生 不失人身耳 或者有些人说 我既然是苦恼凡夫 业障身重 是吧 那么 我怎么能够了托生死呢 生死这件大事 我怎么能解决得了呢 那我只求来生不失人身吧 保住我人身 那么 此两种人 结不明因果所致 这两种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 一个是非常傲慢 认为我就是佛 一个认为我根本就不行 成不了佛 我不能把生死问题解决 这两种人都是因为不明因果所导致的 这种现象 故今日仍讲因果 所以我们今天再讲因果 须知众生即佛者 所谓 你要知道 众生即佛 所谓众生就是佛 这个意思 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 你具有佛性的真因 真因 真因佛性 我们说有三因佛性 一个叫真因 一个叫正因 一个叫原因 一个叫了因 正因佛性 就是我们说的木头的火性 能着火 了因佛性就知道 只有智慧 我知道木头能着火 我从哪知道 我从善知识 我从祖师大德 我从经教当中 别人跟我讲 我明白 这叫了因佛性 第三个叫原因佛性 原因佛性 你知道你是木头 你能着火 但是你必须得给它点着才行 点着本身就是了因 就是原因 你要干 你才能把木头填着 那么 并光大师在这说 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 就是说明 它有正因佛性 就和火有火性一样 那么 社不修念佛妙形 佛性无有显现 我们假设 你要不修念佛这个妙形 就是没有原因了 原因 你是有正因佛性 但是你没有原因佛性 怎么样 不行 就和火 木头是有火性 但是你不点 它是找不了的 你必须得点 那么这点火 就是念佛 社不修念佛妙形 佛性无有显现 何能得了生死 成佛道之石果乎 你怎么能够得到 把生死了绝的 实实在在的佛果呢 所以你还必须念佛 就说那个 我就是佛 我不用修了 我不用念佛了 念佛呢 是原音佛性 你虽然是佛 是正音佛性 但是你没有原音佛性 你是不能够把正音佛性显发出来的 你是正不得石果的 那木头是不会着火的 如果不点 就这意思 譬如他就举例子 宝镜蒙尘 一个非常宝贝的镜子 蒙上尘 被尘所覆盖住 光明不现 没有光明了 石为尸之也 实际上 这个光明的镜子 并没有尸掉 只是被蒙住了 若肯用力楷磨 楷是擦和磨的意思 如果你肯用力 擦这个镜子 自可照天照地 那自然他就可以照天照地 若言 那就是讲了刚才说的 不修行 我就是佛这种现象 你是宝镜 但是你有尘 你尘你光是出不来的 你只有磨 磨就是念佛比喻 你通过念佛 你这个宝镜的尘尘尽光发 尘尽了光发出来了 自可照天照地 你才能称之为佛 否则你是佛 但是被埋住了 我们在佛门当中叫如来藏 藏在烦恼当中 这个烦恼就是蒙尘了 擦呢 就是念佛 把这个尘擦掉 让这个宝镜呢 重新显现出光明 那不擦这光明是出不来的 换句话说 不修是不行的 性德本具 但是由修德才能显发 修就是擦 你性本具 镜子确确实实有光 能够照天照地 但是必须得通过修 才能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这个修是很重要的 那么就讲了 上一种人 我就是佛 我不用念佛 我本身就是佛 就批判了 批评了这种现象 若言我是苦恼凡夫 如果说我是苦恼凡夫 不能生西方了生托死 我是烦恼凡夫 我事太多了 我烦恼太重了 我去不了西方 我了脱不了 解决不了生死问题 以致成佛者 到了西方 我甚至能成为佛 我觉得我没戏 西方我也去不了 更别说成佛了 乃业障深重 那这种人呢 真是业障太重了 才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乃字呢 就是试的意思 这种人是业障太重了 自甘堕落也 自己甘心堕落 不求进去 且今世之人 他就举例子了 就是这种人就不努力了 我业障重 我也去不了西方 我更成不了佛了 对吧 我自己就这么破罐破摔了 我也不努力了 他说 这是自甘堕落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 其实你现在在世间上 你也挺努力的 你也真玩命干 你也真在 你也真在从事 辛辛苦苦从事一些事情 你要把这些 从事这些事情的精神 拿出来念佛 你一定能成去西方 什么事啊 老法师给你举 你不是自甘堕落吗 你不是说你不能了生死吗 你不去西方 去不了 做不了佛吗 阴光大师说 且我们姑且看 我们退让一步来看 今世之人 有下棋插麻雀 打麻将 下棋打麻将 且今世之人 我们且看 我们姑且看 这些所谓 我不行 我业障重 我去不了西方 我解决不了生死 这些人 他们在干嘛呢 这些人 有下棋插麻雀 而泪死者 下棋打麻将 泪死的人 那不知有多少 不知有多少人 在这个下棋 打麻将 赌博当中 而泪死了 熬夜啊 不睡觉啊 辛苦啊 不吃不睡啊 不知有多少人 死在麻雀桌上 死在棋盘上 这是我们见的太多了 死在酒桌上 是吧 若能以此劳苦 如果你能 用这些 下棋打麻将 这些劳苦 修行念佛 来念佛的话 何愁不往生西方 你还发什么愁 去不了西方啊 你怎么用不着发愁了 你肯定能往生西方 你不用发愁 上证佛果乎 何愁不往生西方 上证佛果乎 难道 你要用这种精神 来念佛的话 你用下棋打麻将 这种 不管死活的精神 来玩的话 这种精神念佛 你还发什么愁 证不了佛果呀 去不了西方啊 你不用啊 盖 佛本是众生 修持得证佛果之人 盖是文言须辞 表示一段叙述的惨罚 开始了 开始一段说话 这个盖没有实际意思 那么佛本是众生 修持得证佛果之人 佛是什么呀 佛是人 就是你 佛是由人来的 那么佛是怎么 佛是人 他是怎么成的佛呢 本是众生 修持得证佛果之人 他是靠修持证了果的人 你只不过是没有修持没有证果的人 他是修持证果的人 随随朝 天台智者大师 天台智者大师 刚才我们说的天台三观 讲了 关注观无量寿佛经书 他注了一本书 这书的名字叫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书 立六计佛意 他建立了六种佛的 这个意思 这个道理 以对治自甘多落 及妄自尊打之病 他对治那种自甘多落 和那种妄自尊打 上面说的两种情况的病 六计佛者 六计佛者 一 理计佛 二 名字计佛 三 观形计佛 四 相似计佛 五 分正计佛 六 究竟计佛意 六 明皆计浅身 这个六啊 明你修行的浅身 最深不是究竟计吗 最浅不就是理计吗 理计佛吗 六明皆计浅身 即明当体就是 即就是事的意思 你当体你甭管是理计佛 你还是究竟计佛 你这个本体就是佛 所以六 六明皆计浅身 即明当体就是 叫六计佛 那么 我们前段讲 六 我们说有一句话 叫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经常挂在嘴边 全性起修 就是对那些傲慢的人 你是具有佛性 全部的佛性 一点不小 但是你必须修才行 全修在性 六种修 刚才我们说了 是吧 六种修 理计 明字计 观形计 相似计 分正计 究竟计 这六种修行的阶段 全部都有佛性 全修在性 这个在是存在的意思 你不要自卑 我虽然现在是明字计 我虽然现在是理计佛 我没有修行 我不懂佛的道理 但是全部佛性在 全修在性 就这个意思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那英王大师说 譬如出生孩子 与其父母形体无异 出生的孩子 跟父母的身体形状 有什么异 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譬如出生孩子 与其父母形体无异 而利用则大相悬殊 利用什么 能力和作用 叫能力 利用 则大相悬殊 大相就是 他们相互之间 悬殊是差别很大 悬殊就是差别很大的意思 大相悬殊 他们相互之间的悬殊太大了 对吧 不得为出生孩子非人 你不能说出生孩子不是人 亦不得已成人之事 令孩子担当 担当就是承担负担的意思 对吧 你不能说这孩子不是人 但是你又不能拿大人的事 让这孩子来干 这就是意思啊 孩子跟大人 六 孩子是出生的婴儿 大人是成人了 相当于究竟济佛 孩子是礼济佛 那你不能说礼济佛他不是佛 你也不能说究竟济佛的事 你让人礼济佛就干 他没到那个阶段 那么礼济佛相当于孩子 究竟济佛相当于成人 你不能说礼济佛的人不是佛 你也不能让究竟济佛的人 这些德行 让人家礼济佛这些人就具备 他没修到这儿 就这意思 从人上来讲 孩子跟大人都是人 都是佛 从事上来讲 孩子确确实实干不了大人的事 从修行来讲 你既佛那照究竟计 差太远了 所以不得为出生孩子非人 亦不得以成人之事 令孩子担当 若能知六而长即 如果你要能知道 这六种人而长即 永远是佛 一直是佛 则不生退屈 退屈的意思就是退缩 屈服 那你就不会产生退缩屈服 六而长即 我就是佛 我干嘛不修 我不是不是佛 我是佛 那你还会退屈吗 你就不会退屈了 我有佛性 我能成佛呀 则不生退屈 知 即而长六 即而长六 你要知道 虽然你是佛 但是还有六种修行状态 你可不是说 现在就是佛性就显发出来了 知 即而长六 则不生上脉 你就不会傲慢 你早着呢 你是 对吧 你是佛 但是还有六个修行阶段 你别把这个事忘了 对不对 即而长六 则不生上脉 什么叫上脉 就是增上脉的意思 简称叫上脉 增上脉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得增上之法 我得到一个法 叫增上之法 增上什么意思 特别好的 能力特别强的 很棒的法 叫增上 那么我得增上之法 所起的脉 我们学佛的 佛是最究竟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得到了 我明白了 我傲慢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法很厉害 它是增上法 势力很强 能力很强 这个法 那么我学了这个法 我是不是就傲慢了 这叫增上脉 或者就叫不生上脉 那么 那么 从之努力修持 英国大师说 从这 你知道 我虽然具佛性 但是我还得修 从这开始 努力修持 则由凡夫而原正佛果 那么你就能从凡夫地 就是礼济佛 一步一步地变成了 究竟即佛 证得佛果 由礼济佛而成究竟即佛已 就从礼济佛变成究竟即佛 究竟是什么意思 彻底的 完全地 圆满的 彻底的 完全地 圆满的 叫究竟 你彻底是佛了 完全的是佛了 圆满地成了佛了 就这意思 下面老法师 宁光大师就解释 什么叫礼济佛者 那么 礼济佛 礼济佛者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虽被决合尘 轮回三图六道 而佛性功德 仍自俱足 顾名礼济佛 什么意思 被决合尘 你离开觉悟的道路 你跟六尘境界里边 起心动念 攀缘沉静 在这有分别 有妄想 有执着 这就是 被决合尘 合尘就是符合 跟烦恼合在一起 觉悟跟菩提远离 被决合尘 轮回三图六道 而佛性功德 什么叫佛性功德 佛是修行 有功夫 他得到的果报 那么功德就是 因为修行 有功夫 而产生的结果 是一种果报 佛性功德 仍自俱足 你的功德有 佛性的功德 一点都不少 关键是在你没有修 功德没显发出来 那顾名礼济佛 所以我们管它叫 礼济佛 以心之理体 就是佛爷 心的理体 就是佛 你有心 你就是佛 因为心的理体 就是佛爷 理体呢 指万象差别 事法之本体 叫理体 为平等 一如之地理 与理体 理性同意 那么 我们心 的本体 是真如 真如不变 随缘 变成了我们这颗心 而这颗心 随缘的心 不变 它还是真心 还是真如 你看 真如不变 随缘 变成了我们这颗心 这颗心呢 是随缘来的 产生的 但随缘的心呢 是不变的 叫做 还是一颗真如 就是心体 就是佛性 这个心之本体 就是全部真如 不是真如少分 那么既然 这个心是真如变的 是不真如 随缘而产生的 那么 这个真如 就具备 两个特性 第一 它不会变 尽管你在礼济佛 你在地狱 你在阿比地狱 它不变 第二 它随缘 这颗心随缘 因为它真如随缘 你修 它就变成佛 你不修 你要修恶 你就到地狱 你要修 修念佛法 你就升到西方 就是这意思 有 理具有 随缘不变二得 即随缘而变化 森罗差别之万法 然其性 则常驻不变 虽然变成万法 真如不变 而万法 每一法都是真 它没有变 那么 以其超越凡夫之相对知识 故无法以言语文字表现 就这意思 因为它超越我们的文字 离言说相 离文字相 离心缘相 离这三相 所以不能用文字来显 说 也不能用心来琢磨 这是我们心的理体 以心之理体 就是佛言 那么 吴姬子 宋曰 吴姬子就是普人大师 坐着六级佛颂的这个人 自称 他自己称自己是吴姬子 宋曰 动静里全是 行藏是尽非 明明随物去 遥遥不知归 那么 明明随物去 明明就是懵懂的意思 糊涂迷糊 无知的样子 无知貌 引申为不知不觉 明明随物去 遥遥不知归 以遥遥那是迷茫的意思 我们看英光老师怎么解释 以一切众生 未闻佛法 这个意思 因为 因为一切众生 未闻佛法 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 而 一念心体 完全同佛 故曰 动静 理全是 你虽然有动有静 但是呢 从理上来讲 全是一个佛 全是佛体 佛性没变 尤其 迷背自心 做诸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我们第二句的 第二句的这个行藏 行就是动 藏就是静 就是刚 就是 他为了避免重复 因为第一句叫 动静理全是 如果第二句还叫 动静是静非 你就显得太啰嗦 他用行藏 来代替动静 那么 做诸事业 动静理全是 顾曰 动静理全是 尤其 迷背自心 做诸事业 顾曰 行藏 事尽非 但是他干的事 他一静一动 那全都是错的 与性 与佛性相违背 是完全不与佛性相应也 他做的事完全不与佛性相应 那么心之本体 就是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 这是咱们 荫光大师也经常举 醉剑屋转 屋实不转 你醉了 你在屋子里头 你看这房间在转 这个房子根本就没转 对不对 这个没转的房子 就是我们心的本体 就是我们说的佛 那么醉剑屋转 因为你醉了 你迷了 背绝合成 你就看到这房子是转的 对吧 那么 是完全不与佛性相应 那么这个转的房子 完全不与刚才那个 无所谓那个房子 被你看成转的那个房子 完全不相应 对不对 人家房子没转 是因为你喝多了 就你把我看成转的 对不对 那这个转的房子 是与你 呆在屋里这个房子 完全不相应 对吧 那么 动静里全是 就说虽然你把我看成 转的房子 对不对 你怎么看吧 你把我看成转的房子 你喝多了 但是我这房子 是不是还是房子 还是没动 从理上来讲 我是没动 从事上来讲 你把我看成转的了 但是从理上 我还是一个没动 但是呢 行藏是尽非 那我今天喝多了 我看着房子是转的 那完全错了 那么 那么 是完全不与佛性相应 终日 终年 昏昏明明 昏昏随物去 印光大师解释 昏昏 昏昏什么意思 糊涂 愚昧 明明 明明就是 无知 糊涂 迷惑 无知 随物去 物是什么 随烦恼 妄想 之物欲而行 随着烦恼 随着妄想 这个 而去 未觉何尘 从生至死 不知 返照回光 从生到死 不知返照回光 这一生当中 不知道返照回光 返照回光的意思 就是反省明明明随物去 遥遥不知归 遥遥迷茫 不知道归路 遥遥不知归 就是不知道返照回光 不知道自觉 不知道反省 明字即佛者 或从善知识 名字即佛 或从善知识 或从经典 善知识就是人 或从经典 闻 疾心 本具 疾照 圆融 不生 不灭 知佛性 了解到 我这颗心 本来具备 疾照圆融 疾就是镜子 照 就能照万象 疾照圆融 是不是圆融在一起啊 镜子本身是疾的 疾的一法不利 一尘不染 镜子里边什么都没有 疾到家了 照胡来胡县 汉来汉县 外国人来 照外国人 中国人来 照中国人 能照 就是疾心 本具 疾照 圆融 那疾呢 不妨碍照 照呢 也不妨碍疾 圆融在一起 是一个镜子 不生 不灭 知佛性 其实镜子里边 什么都没有 没产生 你说那个胡 也没产生 你说这汉人 也没产生 你说这个外国人 胡就是外国人 胡来胡县 汉来汉县 外国人来 照外国人 中国人来 照中国人 但是镜子 确确实实是 不生不灭的 没有产生外国人 也没有产生中国人 一法不利 一尘不染 于名字中 通达了解 知一切法 皆为佛法 一切众生 皆可成佛 所谓 闻佛性名字 既得了解 佛法者事业 什么意思 于名字中 什么叫名字 名字 名就是概念 字就是叙述 通过概念 加以叙述 把概念组织起来叙述 就是讲解 就是我们说的文字 文章 经教 这些东西 通达了解 通达 明白了 知道明白什么呢 知一切法 结为佛法 一切法 就是那个七十的波 产生了白法 这哪个波 不是湿啊 没有波不湿的 所以七十产生了白法 这八十产生了白法 这个白法 每一法都是全体阵容 就和风吹在水上 产生了波浪 波浪 哪一个波都是湿的 不是湿的少分 不是说水是一百分的湿 我这波就八十分的湿 没有 湿没法切割 没法分别 要不来就不来 要来全都是湿 全部的湿性 全都不损失 在波里面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 那么 知一切法 结为佛法 一切终生 解可成佛 所谓 闻佛性名字 即得了解 佛法者事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闻了 听闻了 了解了 佛性名字 名字就是它的概念 它的文字叙述之后 我们通过学习 我们了解了佛法 我们明白了佛法 颂曰 它就讲颂 方听无声曲 史文不死歌 今知当体事 翻恨自蹉跎 从前 以从前只知生死轮回 无有了气 你呢 因为 从前 我只知道生死轮回 生生死死 无有了气 结束不了 从来没有结束过 今知佛性真长 虽然我在生死海中 但是我的佛性是真 是长 长就是不变 真就是不假 我真的有佛性 我的佛性是真的 我的佛性是永远跟着我的 今知佛性真长 不生不灭 佛性一直跟着我 没有生也没有灭 即知当体就是成佛正音 既知当体就是成佛正音 既然知道我的本体 当体就是我 就是本 当是本的意思 当体就是本人 就是成佛的正音 我具有正音佛性 我本身就是木头 我能着火 我本身就是金矿 我有金子 只是没出来而已 即知当体就是成佛正音 你不用再找别的地方了 你自己本身就是成佛的正音 则积极修持 三点水一个及格的急 积极修持 就是形容急切的样 积极讲求 积极修持 反恨从前 虚度光阴 以至未能实正音 你看 翻恨自脱脱 脱脱就是耽搁的意思 翻呢 翻过来的翻 这意思就反过来 掉过头来 悔恨自己 过去一直在耽搁时间 当 今知当体是 翻恨自脱脱 翻恨我自己 耽误了自己 以至未能实正音 导致到今天都没有成佛 这个风称佛 那么今天印光大师呢 讲那个六级佛的开示呢 我们讲完 这个明字记了 明字记佛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讲 这个印光大师的 关于六级佛的开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